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男孩遇刺事件做出解释 美国会跨党派联手呼吁北京释放黎智英 美高官呼吁警惕中俄联手将造成危机四伏 芬太尼是否正在掏空美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 我们首先请志远来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 在深圳遇袭的日本男童不治身亡 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杨子表示 这一事件加剧了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四9月19号 就一名十岁日本男孩在中国深圳上学途中 被一名中国男子用刀刺伤后不治身亡事件 要求北京做出解释 这是最近几个月来针对在中国的日本学童的第二次用刀攻击恶劣事件 这位姓名没有公开的十岁日本男孩 在918事变纪念日当天 在距离一个日本语学校的校门约200米的地方 遭一名中国男子用刀刺伤 被送医院后于周四凌晨因伤重不治身亡 这名日本男童的父亲是日本人 母亲是中国人 44岁的中国男子凶手在现场被抓获 岸田文雄对媒体记者谈话时 称这次袭击是卑鄙的罪行和严重严峻的问题 敦促中国保护在华的日本人 岸田文雄说 我们强烈要求中方对这个案子的案情做出解释 这个犯罪事件已经过去了一天多 我们已要求他们尽快做出解释 这样的事件绝不能重演 我们强烈敦促中方确保日本国民的安全 9月19号 一些深圳市民在当地的日本语学校外摆放鲜花 以此悼念遇袭身亡的日本男童 一位深圳居民说 我是深圳的普通市民 作为中国老百姓是反对这种做法的 反对仇恨家喻 我们的很多人就在长期在这种仇恨家喻之下 导致这种恶果 日本防卫省称 中国一艘航空母舰星期三9月18号凌晨 首次短暂进入日本领海比联区 日本政府已向中国政府表达严重关切 并称该事件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中国国防部周四回应称 辽宁舰编队的训练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有官方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在中日两国之间就海上活动长期争端的这起最新事件中 日本防卫省周三表示 中国这艘航母和两艘随行驱逐舰 在日本南部与纳国岛和西表岛之间 日本可以施加控制的水域航行 乌克兰官员星期四9月19号表示 俄罗斯在夜间发动空袭 目标是乌克兰的能源设施 包括民用基础设施 联合国一个监督机构指出 莫斯科打击乌克兰的电网 可能违反了人道主义法律 据路透社报道 乌克兰的防空部队说 他们在俄罗斯发动的攻击中 击落了俄军发射的全部42架无人机 并拦截了四枚导弹中的一枚 当地检察官说 周三晚间对苏梅地区克拉斯诺皮利亚 附近的空袭中有三人死亡 一人受伤 友谊敌不过利益 莫斯科愤怒发现印度炮弹落入了乌军之手 有证据显示 印度生产的炮弹通过欧洲客户转运给了乌克兰 时常遭遇弹药不足的乌克兰部队 使用的这些炮弹抵御俄罗斯军队的进攻 路透社在星期四9月19号发表的一篇独家报道中引述消息来源的话说 尽管俄罗斯对此提出了抗议 印度政府并未干扰或阻止欧洲买家将印度产炮弹转运给乌军 经济方面 美联储降息半个百分点 称对控制通胀信心增强 美联储周三9月18号将基准利率大幅下调半个百分点 拉开了预计将稳步放松货币政策的序幕 这是四年多来首次降息 反映出美联储现在是着重提振 已经明显显示放缓迹象的就业市场 宇州 好的 感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 请登陆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 美国会跨党派联手 呼吁北京释放黎智英等政治犯 我是宇州 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委 星期三9月18号 美国国会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办了新闻发布会 纪念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监禁将近四年 在发布会上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 美国众院荣誉议长南希佩洛西 美国国会即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 克里斯史密斯等重量级议员都表示 坚定支持黎智英和其他被港府关押的政治犯 并且呼吁北京立即释放他们 下面请一如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 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一如 好的宇州 国会两党两院的重量级议员都呼吁北京政府立即释放 包括黎智英在内的政治犯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本卡丁说 李智英必须立即获释 我们将在本委员会会议时欢迎他重获自由 这就是我们要传达的明确信息 他没有任何理由被拘留 我们要求立即释放他 李智英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 毫无理由地被判处长期徒刑 但正如我们所指出的 目前有超过1000人被关押 包括所谓的香港47人案 我们为所有这些人争取 从这种压迫中释放出来 因此我们的信息非常明确 我们希望黎智英立即获释 我们希望中国履行对国际社会 和香港人民的承诺 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指出 因为他的原则和勇气 香港政府给我父亲戴上了镣铐 因为他对自由的承诺 他们正在折磨他 他们是因为我父亲对民主的承诺 而要置他于死地 我父亲象征着对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 没有恐惧 没有妥协的生活自由的承诺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首席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李施说 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对待黎智英的方式是可耻的 是对正义的践踏 黎先生没有做错任何事 他因和平支持民主和出版报纸而入狱 仅此而已 美国国会继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表示 不公正不必永远存在 我相信 而且我知道 我们都发自内心的相信 这一天会到来 如果我们太多坚决 如果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 一切可以影响习近平和他的凶残的中国共产党的手段 将你父亲释放 让他们放松并结束对香港的可怕镇压 当然也结束对中国所有其他地方的镇压 美国国会众议院荣誉议长南希·佩洛西说 黎崇恩 你父亲是我们的英雄 有1500人被香港政府 其实就是被北京政府囚禁 他们每个人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 但当黎智英被捕时 这个消息相当不同 因为他们逮捕了一名记者 他们逮捕了一名记者 他提高了所有其他被关押者的能见度 中国政府喜欢说 没有人记得你在这里 没有人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 所以你为什么不投降 承认他们捏造的一切 但我们还在这里 我们今天要对世界 对中国政府 对中国共产党说的就是 我们知道 我们不仅记得 我们还高取 我们高取黎智英在这一切中的牺牲 宇州 好的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记者 刘恩民的报道 美国会跨党派联手 呼吁北京释放黎智英等政治犯 今天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关注时事大家谈 俄罗斯是否正在帮助伊朗获得核武器 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是主持人宇州 彭博社引述知情的西方官员透露 近几个月以来 俄罗斯加强了与伊朗的合作 帮助伊朗获得核武器 而作为交换 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弹导弹 用于乌克兰战争 美国和英国官员上个星期在华盛顿 讨论了这一发展 并且称俄罗斯和伊朗的军事关系升级 令人担忧 那么俄罗斯与伊朗升级合作 对国际局势意味着什么呢 请听时事大家谈节目 采访自媒体 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民先生 和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赖小刚博士的精彩片段 各方的说法就是俄罗斯正在为伊朗提供 制造核武器的机密信息 究竟有哪些证据呢 小民 好的 从西方国家民主国家的这种信誉来讲 这些媒体呢 他们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可靠的 不会故意的编造这些谣言 再一个就是我们 就是基于俄国敢于公开的入侵乌克兰 挑战国际秩序的原因 也就是说俄国它不在意国际秩序 它敢胡作非为 这是我们相信国际媒体的 这个相关报道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且呢 俄国为了这场战争 为了对抗北约和美国 俄国能够找到的盟友 非常有限 目前呢 中共一方并不敢公开的向俄国提供军事装备 当然不排除中共通过它的代理人绕道给俄国提供 那么比方说经过朝鲜或者伊朗 既然伊朗向俄国提供导弹 那么俄国会向伊朗做什么交易呢 所以我们知道伊朗呢 它已经储备了大量的高浓缩油 比方说它存了大概有几百公斤 就是国际原能组织 它公布的数据 可以做四颗原子弹的浓缩油 那么这个浓缩油的话呢 除了做原子弹 没有其他用途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的话 就是说伊朗发展原子弹的企图 已经非常明显了 但是它是不是具备完整的技术 这个还值得怀疑 所以在这个技术方面 伊朗和俄国它这个可以做交换 可以各取所需 至于俄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交易的证据 我想即使西方国家领导人 大概也不会轻易公开这些证据 因为这个可能会破坏自己的这种情报渠道 那么俄罗斯呢 为什么需要伊朗的弹道导弹呢 赖博士 对 何宝 简单的说 打仗需要武器 而武器又必须有数量 但是呢 俄罗斯生产不出来足够的导弹 来满足战争的需要 这种事情呢 说起来非常滑稽 因为苏联是最早列装弹道导弹的国家 而且一直把短程弹道导弹 作为战役和战术级的众身打击力量的核心 以弥补自己在空中力量上的短板 为此呢 苏联生产并且储备了大量的这类型的导弹 而且还把他们出口数量可观 那么最著名的一个就是飞毛腿 在俄罗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前 谁能够想到伊朗会成为俄罗斯的公民国 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呢 俄罗斯的制造业已经衰败到了 出乎人民想象的程度 这种情况还表明 俄罗斯的军事装备的保养状况 也差得令人吃惊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装备 其中包括短程导弹 但是呢 俄军在两年前就出现了导弹荒 不得不把防空导弹改为对地导弹 我们因此就可以想象一下 俄罗斯的战略导弹的战备状况 听众朋友 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采访小民先生和赖小刚博士的精彩片段 俄罗斯是否正在帮助伊朗获得核武器 我是宇舟 请您不要走开 接下来美高官称警惕中俄合作 并且敦促加强印太威慑力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9月18号 在美国国会一个听证会上指出 我们继续看到中国和俄罗斯在各个领域密切合作 不仅在乌克兰而且日益在台湾海峡进行合作 详情请听伊如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报道 伊如 好的宇舟 听证会上美国重用外交事务委员会 共和党议员安瓦格纳问道 拜登政府阻止中国对台湾施压的战略是什么 该如何来衡量成功 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回答说 谢谢你的提问 在我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 将近35年来 我致力于维护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我确实想说这是美国外交政策和跨党派承诺的伟大成就 50年来我们见证了民主的同伙发展 所以我只想说 我们相信我们进行接触的指导文件 是1979年通过的台湾关系法 它授权我们在西太平洋有能力抵抗侵略 我们为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提供了大量的能力 巨大的威慑力 不只是美国单独做的 而是与其他国家一起做的 美国重用外交事务委员会 共和党议员安瓦格纳又问坎贝尔 中国持续的胁迫行动和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会让台湾在没有被入侵的情况下屈服 那么美国该做些什么 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说 是的 首先我相信台湾具有高度的韧性 他们刚刚举行了历史上最成功的选举之一 顺便说一句 比我们最近成功得多 我确实相信他们认识到许多国家 与他们站在一起 重用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 格雷·戈里·米克斯问 美国支持乌克兰的决心有多么重要 支持这一点如何帮助加强印太地区的威慑力 如果我们在乌克兰失败 北京会从我们对乌克兰 缺乏信心的结果中得出什么结论吗 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回答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想让委员会注意到 过去几天我们看到俄罗斯和中国 在亚太地区最大规模的演习之一 我们继续看到他们在各个领域密切合作 不仅在乌克兰 而且越来越多的在台湾海峡进行合作 所以有些学者和智库人员说 哦不不 我们不能过多关注乌克兰 我们必须更多的关注海峡两岸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给你们的忠告是 你不能将这些事情分开 我们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表现 乌克兰人是怎么做的 对其他人如何看待亚太地区的潜在冲突 有着难以置信的影响 我要说的是 乌克兰战场上发生的事情 正在让全球军队 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军队 思考自己的物资和战略 我很高兴知道主席和你 昨晚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共进晚餐 他们非常专注于我们吸取教训 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其应用于 亚太地区新的潜在威慑方式 宇州 谢谢一如分享 美国之音记者卡拉 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高官称 警惕中俄合作 并且敦促加强印太威慑力 请您不要走开 稍后我们将关注 来自中国的鸦片战争 芬太尼是否正在掏空美国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是宇州 曾经担任美国前副总统 狄克切尼 副国安顾问的叶旺辉 Steve Yates 日前在美国智库 传统基金会的研讨会上 回忆了养女因为吸食芬太尼 而英年早逝的最后时刻 而她只是成千上万因为芬太尼 而痛失子女的美国人之一 叶旺辉誓言要用余声来对抗芬太尼的泛滥 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 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小山 曾经担任前美国副总统 狄克切尼 副国安顾问的叶旺辉 9月9日在美国智库 传统基金会的 一个有关中国和芬太尼问题的研讨会上 这样回忆自己养女的最后一刻 那么小小的一个人 他可以熬过无家可归的困境 可以熬过饥饿的困境 可以熬过海洛因的困境 而且实际上 他已经从海洛因中恢复过来 但是芬太尼导致他肺部气流阻塞 造成他物吸入异物 这是一种美化的说法 其实是呕吐物进入到肺部 切断大脑供养 叶旺辉24岁的养女 去年10月因吸入芬太尼过量而去世 叶旺辉只是成千上万 因芬太尼而痛失子女的美国人之一 叶旺辉说 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每天都在忍受这种痛苦 如果我们不更认真的对待这个问题 就会有数百万人受到波及 根据美国官方的数据 芬太尼已成为导致18岁至45岁美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 2023年有75000名美国人因此丧命 美国基督局局长安妮·米尔格拉姆今年5月表示 美国正在面临史上最危险最致命的毒品危机 芬太尼是一种无色无味的合成阿片类药物 可用于快速缓解疼痛 纯芬太尼的效力比海洛因强大约50倍 比马菲强100倍 芬太尼不仅被单独使用 还被混入假冒处方药中 许多死于过量服用的人 并不知道他们是在服用芬太尼 传统基金会9月9日发布题为 追究中国和墨西哥在美国芬太尼危机中的责任的研究报告指出 美国的芬太尼危机直接源自中国共产党 报告写道 墨西哥贩毒集团在推动芬太尼危机方面发挥着最明显和广为人知的作用 但是横跨太平洋 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动破坏稳定的芬太尼流向美国 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 中国共产党正在积极资助支持和推动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毒品威胁 此外中国政府允许在受到严格管控的中国互联网上 公开销售芬太尼前提和其他非法材料等 美国盖特市研究所理事会成员劳伦斯卡迪什11日发文 直接将芬太尼和中国人所熟知的鸦片战争联系起来 他说经历过鸦片战争的中国的统治者 深知毒品在瓦解社会中的阴险作用 芬太尼如同向美国的心脏赐去的匕首 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安顾问叶王辉说 芬太尼危机对美国造成了更严重的伤害 远远超过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代价 叶王辉说 第一 美国没有参与当年的鸦片战争 第二 受芬太尼死亡及其相关世界影响的 美国家庭数量远远超过当时受鸦片影响的 中国家庭数量 中国受鸦片贸易影响的地区 比今天受芬太尼影响的地区要小得多 他称这是一场中共针对美国家庭和社区的化学战 好 谢谢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 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中国的鸦片战争 芬太尼是否正在掏空美国 接下来 节目最后我们将关注美国热搜 中共贪腐为何登峰造极 美国数字模型告诉你 我是宇舟 请您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节目最后 习近平上台之后利用王岐山 进行了持续多年的反腐打摊 而学界把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总结为两点 这就是清除一己和集中权力 那么 中共腐败为什么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呢 请听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 美国外交杂志在9月11日发布了一篇文章 使用数据模型分析中共的腐败 文章说 截至2021年5月 反腐运动已经进行了近10年 中纪委一共调查了400多万名政府和中共机构人员 认定其中370万人有罪 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后 尤其是90年代初国企改革后 中国城市内部的不平等急剧上升 高科技行业的生产力和工资增长 以及资本收入占比的增加 推动了城市高收入阶层的不平等 同时 低收入阶层中大量来自农村的工人涌入城市 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城市户口 并愿意接受低工资 这进一步加剧了底层的不平等 详细分析中纪委的数据解释出一个新模式 从平均贪污金额来看 不仅在中共官僚和技术官僚阶层顶端的腐败非常严重 而且 这些腐败也显著加剧了不平等 将已经富有的阶层牢固地锁定在一个更加难以动摇的上层社会中 通过汇总定罪案件的数据 文章作者构建了一个涵盖2012年至2021年期间 因腐败被判有罪的中国高级官员的数据库 该数据集包括828起腐败刑事案件和686名被定罪的个人 这些人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员 委居政府或党内高层或是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 用反腐运动的语言 他们中既有老虎也有苍蝇 美国外交杂志文章说 中纪委将这些被定罪的人按重要性分别为中管干部 省管干部和县管干部 通过对比被告的合法收入与其贪污的金额 我们估算出腐败如何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如何使他们在中国的收入分配中攀升 以及这种腐败对中国城市不平等水平的影响 被定罪的官员级别越高 其腐败活动的规模就越大 高级官员被定罪的贪污金额是省级官员的四倍半 是地方官员的三倍多 数据中最高级别的官员平均被指控贪污了1410万美元 省管干部平均贪污280万美元 地方管理干部平均贪污430万美元 地方官员的贪污数字高于省级官员 因为其中包括许多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 美国外交杂志文章继续说 省级管理干部占据了腐败案件数量的三分之二 但由于中管干部的每期案件贪污金额更大 三分之二的腐败总金额与他们相关 被判刑的官员几乎全部来自高收入阶层 其中50%以上的官员仅凭合法收入就能进入城市收入分配的前5% 约6%的官员进入收入分配的前1% 人均年收入超过约3万美元 然而通过腐败中卫贪官的收入是其合法收入的4到6倍 因此他们盘上了中国城市收入分配的顶峰 82%的腐败分子属于城市居民中收入最高的1% 几乎所有人都属于收入最高的5% 腐败的集中性及其受益者多为中国最富有的人群 表明腐败是中国城市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 中国的实际收入不平等程度远高于记录的不平等程度 毕竟腐败收入不会向税务机关报告 尽管如此精英阶层成员的险性消费及其生活方式 还是让腐败显而易见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美国热搜 中共贪腐为何登峰造极 美国数字模型告诉你 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你说再会了 今天的编辑是致远 导播 木桃 我是宇舟 感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